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电影区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丧尸养了一只宠物狗 本想给它抓痒痒 结果脑破肚子的故事 在一座被丧尸病毒感染后的小镇上 小镇破败不堪 毫无生机 只剩下无尽的恐惧 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托尼 慢慢地走在大街上 此时他已经变成了丧尸 皮肤变成了圣人的蓝紫色 右臂手肘露出了白骨 只有那衣服裤子表示着他曾经也是个人类 托尼漫无目的地走在街道上 这时一张温馨的照片从他的裤子中掉落 照片中托尼抱着他的爱情小黄开心地笑着 其实小黄幸存了下来 小黄叼起了那张照片跟在托尼身后 虽然托尼行动迟缓 但嗅觉非常灵密 回头冲着小黄就是张牙舞掌 小黄依旧摇着尾巴 看着托尼陌生的眼神 小黄顿时明白托尼不再认识自己了 托尼依旧前行着 小黄不死心地叼起照片来到了托尼身前 还躺在了地上 希望能唤醒托尼的记忆 并像从前那样抚摸自己的肚子 托尼看着此景仿佛回忆起了什么 摇摇欲坠的幼稚终于断落在地上 托尼捡起自己的手臂 看着活蹦乱跳的小黄 仿佛明白了要做的事情 原来他要和小黄玩丢球球的游戏 于是他顺手就把自己的断枝扔了出去 小黄很快地跑去挤了断枝 于是小黄和托尼一起前行觅食 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虽然他们吃的是人的尸体 可是他们依旧很快乐 小黄又躺在地上肚皮朝上 托尼用自己的断枝给小黄挠痒痒 结果一不小心就用过了力气 小黄的肚子上出现了深深的裂口 托尼看着痛苦的小黄 露出了无助的眼神 小黄就这样死去了 过了一会儿 小黄慢慢醒了过来 托尼露出异问深长的笑容 冷漠又亲切 原来小黄也变异了 小黄爬起身来抖了抖毛 于是和托尼又继续向前行走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和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